第131章 哈哈哈哈 没想到啊 黄天丹 与升天丹有着类似的药效果 同样有着提升天舞修为药效 只是黄天丹专门注意于天舞高层舞者 突破的成功率更大一些 黄天丹也是很多天舞后期的舞者极力可求的丹药 不过黄天丹的主药材更为稀少 比升天丹更珍贵数倍 且是属于三品高级丹药 林霄准备炼制黄天丹 那便是跨两层炼丹 这难度可不小 尤其到了三品高级这个层次 即便是叶宇 要炼制出比自己高一级的丹药都极为的不容易 旁边的几人也是纷纷震惊 林霄这是要挑战最高层次的难度 黑幕 你确定要炼制黄天丹 要知道 三品高级丹药可不是那么好炼的 炼制极致的三品中级丹药 也不是没有夺冠的可能 旁边 恶正红毛忍不住开口道 不是我托大 月宇和那位黑袍青年的实力 在三品中级丹药领域 恐怕很难胜出两人 我也只能挑战一下自己的极限了 灵力不足 我或许可以用灵能来弥补 林霄回答道 他说的倒也是事实 跨一级炼制丹药 他倒是可以 跨两级 他还没炼过 而月宇和那位黑袍青年 在三品中级丹药领域 恐怕已经是到了极致 甚至同样有跨界炼药的能力 如果不炼制三品高级丹药 恐怕没有一点胜算 灵力上 他的实力 相当于其他人三品中级 而且已经到了接近三品高级灵力的程度 加上融合的两种灵能能量 炼制三品高级丹药 倒是可以薄一薄 之所以选择黄天丹 是因为吞天灵地记忆当中 与其他三品高级丹药相比 黄天丹药才更好找一些 吞天灵地曾经炼制过的次数也比较多 相比也更容易炼制成功 而且 黄天丹在三品高级丹药当中 性能和品质 也属于中等的档次 即便是叶宇和黑袍青年也炼制出了三品高级丹药 还有不小的胜算 说得倒也是 叶宇确实有这个能力把三品高级丹药炼出来 而那个黑袍青年 看来起似乎更不简单 若是炼制三品中级丹药 你确实难有胜算 略微顿了顿 叶峰华说道 既然你想好了炼制三品高级丹药 那今晚便好好准备吧 当然 叶宇也是我看好夺冠的人选之一 能不能战胜叶宇和那名青年 就看你自己了 至于黄天丹的药材 林控师联盟道是有一份 稍后我便派人给你送过去 今日你好好准备准备吧 还真有 林霄心底一喜 联盟道谢道 那便谢过盟主了 黄天丹药材在吞天灵帝手中虽然不算稀罕 但在兰兰帝国市面上却是十分稀少 一下子就能够拿一份黄天丹的药材来 林霄也不得不惊叹林控师联盟的实力 无论如何 叶丰华的这份恩情 他也记下了 与叶丰华简单的交流了一番恋药方面的经验过后 林霄返回了自己的房间 因叶丰华的命令 倒也没人再来打扰 只是有位执事把药材送了过来 唯有多余的药材 林霄只能凭空催动林能演练 待得他半夜之时 方才入卧休息 待得次日清晨到来 随着林控师浩浩荡荡的人群 林霄再次来到了大比的广场 今日的场面 比之昨日还更热闹一些 叶丰华 陈文道 周末日 孟皇等大人物 今日同样坐在了御台上 在人声鼎沸的喧闹当中 林霄走入了场地当中 与五十名青年弟子站在了万众瞩目的位置 这五十人 可都是帝国青年一辈林控师中的佼佼者 而林霄几人 更是佼佼者中的佼佼者 所有的目光 几乎都放在了他们几人身上 带得清晨的阳光照在大地上之时 叶丰华终于是缓缓地站起了身来 目光扫了扫全场 带得全场安静下来之时 方才开口道 各位 今日举行最终的炼药大比 大比的规矩 昨日已经说过 只有一次炼药的机会 只有半日的时间取品质最高的丹药为胜者 至于大比的奖励 在场的各位或许或皆有所耳闻 凡是这次参加决赛的前五十名青年林控师 每人可以选择一枚入天丹或者升天丹 听得叶峰华的话 人群便又热闹了起来 一枚入天丹 有很大的几率培养出一名天舞强者 而升天丹同样可以提高一名天舞强者一层修为 很多势力都花很大的代价去购买 但这两种丹药都是极为的难练 在方式上很多时候都是有价无事 只要进入前五十名 便可得到一枚入天丹或者升天丹 这对于场上的五十名青年林控师来说 已经是十分丰厚的奖励 即便自己用不上 也能够换取不凡的丹药或者药材 人群也不由一阵惊叹 能一下子拿出这么多入天丹和升天丹的 恐怕也只有林控师联盟有这样的实力了 在众人暗暗惊叹的同时 叶峰华接着说道 进入前十 每人奖励一枚四品出几窍林丹和一套四品出几单方 哗 听得窍林丹 这让得众人又发出一阵阵惊呼 尤其是林控师 窍林丹 开窍脑海 让得林控师对林丽的修炼悟性更高 有些人甚至可以从此平步青云 在林丽上突飞猛进 再加上被林控师视为命根子的丹方 四品出几单方 这两个奖励对于青年林控师来说 仿佛有着魔性一般的魅力 每个人青年的目光都已经灼热了起来 进入前五 奖励一枚四品中级丹药 开阳血气丹 和一套四品中级丹药 具体丹药 由排名而定 叶丰华再接着说到 在大笔中夺冠 则奖励一枚五品丹药 蕴含一丝江龙血缘的回血破虚丹 和任选一种四品高级丹药 五品丹药 回血破虚丹 听得大笔冠军的奖励 即便是在座的五尊也未知动容 整个蓝蓝帝国能够炼制五品丹药的灵控师 只有一人 叶丰华 五品丹药 大都只有五尊才能炼化 而能够让低阶舞者也能够炼化的五品丹药更是不凡 回血破虚丹就是这种丹药 而回血破虚丹最主要魅力在于 炼制之时加入了回血 蕴含着一丝蛟龙之血 能让体内的丹田血液 由虚凝食 化若为强 强大丹田和肉身 这对于五尊 都有着巨大的作用 回血破虚丹 望着前方的叶风华 林霄不禁扎了扎舌 他来参加炼药大笔的目的 就在于这枚丹药 此时 玉宇和蜈公 以及黑袍青年等人双目中都露出了灼热的光芒 其他青年也各个两眼放光 若是得到回血破虚丹 即便自己无法炼化 也能够从五尊手中兑换出巨大的条件 墙壁在场的五尊 恐怕没有人不愿意兑换一枚回血破虚丹 场外的众人人群更是暗暗砸舌 拿出连五尊都心动的东西 这链要大笔的奖励 可谓是丰厚到了极高的程度 难怪整个帝国青年林控师 都被吸引了过来 好了 想要得到回血破虚丹 还要足够的天赋和实力 看看你们最终 是谁能够得到这届炼要大笔的冠军吧 最终的炼要大笔 现在开始 此时 叶峰华宣布道 话音一落 场上就爆发出了一阵猖狂的大笑之声 哈哈哈哈 没想到啊 蓝蓝帝国的炼要大笔 竟然能够拿出一枚回血破虚丹来 此次来蓝蓝帝国 真是不须此行 第132章 你不是蓝蓝帝国之人 说话的 赫然正是前三轮表现优秀的黑袍青年 听的黑袍青年的话 本来要沸腾的场面 顿时安静了下来 场上的叶峰华人神色也是微微变了起来 场上的青年目光皆是纷纷一鸣 因为蓝蓝帝国与周边帝国有着一些纷争 青年灵控师恋要大笔向来不允许帝国外的灵控师参与 更不愿拿自己的资源 去培养其他帝国的灵控师 而听黑袍青年的话语 显然他不是蓝蓝帝国之人 不知道是用什么方法 混入了皇城加入了大笔 而且还进入了决赛 还当着所有人的面 明目张胆的说了出来 这让得所有人都有些出乎意料 这明显是在挑衅蓝蓝帝国的威严 挑衅灵控师联盟的威严 此时 叶峰华的神色也是微微一宁 冷声道 你不是蓝蓝帝国之人 黑袍青年没有避讳地点头 在下末与帝国灵控师 云峰 久闻蓝蓝帝国人节地灵 青年灵控师天才无数 慕名而来 我想 叶蒙主不会反对在下与蓝蓝帝国的青年切磋吧 哼蓝蓝帝国的灵控师大笔 只有蓝蓝帝国的青年才可以参与 你竟敢混入皇城参加大笔 你好大的胆子 场上的一名青年当即冷喝道 云峰傲然地撇视了那名青年一眼 脸上露出了一抹不屑的神色 也遇到 呵呵 难道你们蓝蓝帝国的灵控师 都名不副时 这么多人 怕全部输给我一个墨语帝国的外人不成 说着他的目光投向叶风华 道叶蒙主 贸然参加炼药大笔 确实有些冒犯 不过 云峰确实慕名而来 希望能够与蓝蓝帝国青年灵控师一较高下 还望蒙主允许参加炼药大笔决赛 若是云峰侥幸拿了冠军 不拿奖励便是 当然 如果蒙主若不愿意 云峰这就离开炼药大笔 云峰的语气听起来客气 但话语中的讽刺的意味在众人听来都极为的刺耳 虽然墨与帝国之人混了进来 但在大庭广众之下 若真把云峰赶出场 那便会落下蓝蓝帝国灵控师不济 不如墨与帝国灵控师的口舌 这显然 是在暗逼叶峰华同意他参加大笔 整个场面 皆是一冷 所有人都注视向了叶峰华 等待着这位灵控师界的大人物怎么回答 叶峰华的目光微微便冷了下来 手指在桌上敲了敲 沉淫了一会儿 道 蓝蓝帝国 还没那么不济 你要比试 我允许你参比便试 你若拿到冠军 冠军的奖励 自然归你 不过 能不能拿到冠军 可不是嘴上说了算 作为灵控师的领头 叶峰华最终还是以大局为重 不让蓝蓝帝国灵控师联盟落下以示屈人 灵控树不如人的名头 而玉台上的其他大人物皆没有说话 默认了叶峰华的决定 还是叶盟主果然是大师风范 在下谢过叶盟主了 不理会几人的目光 云峰眼中闪过一道兴奋的光芒 嘴角犯一抹阴邪的弧度 目光傲然地扫向了场上的业余等众青年 道 那这个冠军的奖励 我就不客气了 语气 十分的嚣张 仿佛这届冠军 就是他的一般 哼 说大话也不怕闪了舌头 云峰 你当蓝蓝帝国无人了吗 现在扬言冠军是你的 是不是高兴得太早了 蜈蚣上前一步 冷声大喝了起来 他也是青年一辈超级天才之一 前三轮被云几人超越 已经憋足了气 而此时知道云峰是 末与帝国混进来的人还不说 还没鄙视 就扬言冠军是自己的 丝毫不把他放在眼里 他岂能不愤怒 其他青年也皆是如此 黑袍青年羞辱的 可以说是整个帝国的青年灵控师 整个帝国最精英的青年灵控师 不止云峰他一个人 没错 纵然你前三轮有点成绩又如何 即便你是末与帝国的第一天才又如何 难道你以为我们都吃素的不成 见得云峰如此嚣张和无视 月雨脸色也是阴沉了下来 直视着云峰冷声道 林霄双目也是宁了宁 这个云峰 有总让他有着琢磨不透的感觉 要知道 前三轮云峰表现出的实力虽然优异 但也不如他如此嚣张的把他也无视了 想必云峰应该还有自己的底牌 他倒也想看看对方到底哪里来这么大的自信 对于蜈蚣和夜雨的质问 云峰没感觉到恼怒 反而一副淡定从容 目光扫了扫夜雨 蜈蚣和林霄 声音钟带着不屑的语气淡淡的说道 说句不太好听的话 跟我夺冠军 你们还不配 说吧 云峰上前一步 一股浩大的灵力波动 自他的脑海周围荡漾了出来 强大的威压力量 向林霄等周围人群压迫而来 三品高级灵力 林霄神色一名 让他想不到的是 云峰竟然是一名三品高级灵控师 年近三十 达到三品高级灵控师 整个蓝蓝帝国 还没有人达到 整个现场 也仅有云峰一人 难怪云峰如此自信 三品高级灵力 只要炼制一枚三品高级丹药 其他人就很难匹及 这让林霄顿时感觉到了一股巨大的压力 本来他打算炼制一枚三品高级黄天丹 就有很大希望争夺冠军 可面对真正的三品高级灵控师 即便是黄天丹炼制成功 恐怕也很难战胜 什么 你竟然是三品高级灵控师 玉宇这下神色也凝重了起来 本来他以为云峰只是三品中级灵控师 前三轮表现出的水平 虽然在自己之上 不过要比真正炼最高品质的丹药 对于叶峰华侄子的他来说 他还是十分有自信 可面对一个天赋不差的三品高级灵控师 他也没有那么有底了 蜈蚣的目光一下子就僵了下来 他只是三品初级灵控师 虽然拥有极高的天赋 可以跨界炼制三品中级丹药 准备与叶宇一较高下 直奔冠军而来 可没想到这时候竟然冒出了一名三品高级灵控师 只要对方没有炼药失败 自己都无法匹及 而想要让一个实力极高的三品高级灵控师 在这种大笔场合炼药失败 几率极低 可以说他几乎已经失去了争夺冠军的机会 此时 无功和在场外的犯人搂脸色也十分难看 整个现场也是一片凝质 三十岁之下的三品高级灵控师 这天赋实力在兰兰帝国现在无人可及 这戒链要大笔之手 可以轻易的看得出来 如果云峰是兰兰帝国的人 如此年轻便达到三品高级灵控师 现场众人定当会兴奋至极 可是云峰却是与兰兰帝国不太友好的墨语帝国之人 如果冠军被云峰夺去 兰兰帝国的可谓是丢尽了面子 兰兰帝国的所有灵控师 恐怕都会感到无言 第133章深呼喊越果 整个现场除了云峰本人之外 高兴得只有一人了 那便是云峰的师孙 一脸音效地站在人群中 看到兰兰帝国众人的表情 他觉得十分的精彩 见得众人的表情 云峰也感到十分的满意和自豪 目光扫视了林霄等众人一眼 大笑道 哈哈哈哈 怎么样 你们还有与我争夺冠军的资格吗 众青年皆是神色一名 可是他们又没有话去反驳 云峰太过嚣张 可对方的实力让他们没有信心去战胜 我火得几十人双全都紧紧握了起来 哼 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可以炼制三品高级 不要高兴得太早了 怒死谁手 还说不定 云峰对着云峰冷哼了一声 他准备跨街炼制的三品高级丹药 难度和档次都不低 哦 是吗 我倒是很期待 希望 你不要让我失望啊 不然的话 那就太没趣了 哈哈哈哈 云峰戏谑着说道 那你等着看便是 云峰冷视着云峰 好了 谁赢谁输 比了才知道 这个时候 叶峰华的声音响了起来 他的脸色也好不到哪去 他是蓝蓝帝国林控师的领军人物 若是冠军被云峰夺走 以后面对其他帝国的林控师那些对手 恐怕要被拿此取笑了 可他也没办法 毕竟到了这个地步 他总不能把云峰赶下场 现在的情况 只能看场上有没有奇迹和意外发生了 看了看林霄 原本很期望林霄能够炼制出黄天丹夺魁 可现在看来 即便炼制成功也很难胜过云峰 当即 叶峰华的目光在看向了叶宇 只得把最后一丝希望放在了叶宇身上 希望这叶宇这小子能够争口气啊 最终 叶峰华长一叹 旋即挥了挥手 宣布道 现在 大笔开始吧 所有人的目光 纷纷注视向了场上的青年 而绝大部分的目光 先是投向了云峰 云峰无视了众人的目光 脸上尽是傲然之色 让他展示天赋的时候到了 在炼药之前 不忘看向了前三轮压制他的林霄 嘲笑道 呵呵 黑幕式吧 前三轮侥幸拿了第一 这最后一轮 我看你怎么跟我比 林霄脸色没有露出一丝怒涩 反而很冷静地说道 怎么跟你比你不用管 我只问你 前三轮你是不是也和现在的你一样 在比试之前 以为自己稳拿第一了 前三轮云峰确实被林霄压制憋了一口气 之前他却实这般想 被林霄突然如此一说 让他神色顿时凝了下去 不过随即又恢复了平静 呵 纵然你天赋再高又如何 这决赛 比得是炼药品级 你终究不过是三品初级零控尸而已 顶多也能够跨一级灵力炼制三品中级丹药 你连三品高级丹药都炼不出来 你拿什么跟我比 云峰对着林霄冷笑道 这你就不用关心了 不过说实话 你现在的想法就像你前三轮一样 我还真会炼制三品高级丹药 林霄淡淡地回答道 你能跨两层灵力炼药 云峰被林霄说得一愣 有些吃惊 也有些羞愧于刚才羞辱问林霄能不能炼制出三品高级丹药 不过想到自己的优势 随即又恢复了高高在上的傲然之色 对着林霄冷笑道 空口说话 谁不会 还是等你炼制出来再说吧 还有 即便你们都能够炼制出三品高级丹药来又如何 说着云峰又看向了夜宇 跟我比三品高级丹药 呵呵 你们还太嫩了 多说五亿 今日就让你们看看 什么叫三品高级丹药吧 说吧 云峰随手一挥 一大堆药材先是齐齐出现 浮在了身前 那是通雷木 木可引雷 是极为罕见的药材 还有那是浊阳玄石 在极热火山之地才会孕育而出 通雷木和浊阳玄石虽然珍贵 但好像不是什么丹药的主药材啊 难道主药材还另有其他我们看不出来 云峰到底是炼什么丹药 人群发出了一阵正议论之声 谁都看不出云峰要炼制什么丹药 除了一些简单的辅助药材 很多药材他们也认不出来 只是通雷木和浊阳石 有一些老辣的灵控师倒是认了出来 通雷木和浊阳石可都是一国难寻地罕见药材 有这两种药材在 定然是在炼制不凡的丹药 比药材吗 呵呵 我也有 见得云峰的药材 夜雨微微松了一口气 冷笑一声 随手一挥 一个半月状的月光果实飘飞而出 一股寒气 在果实上弥漫而出 深湖寒月果 见得这珠形状特殊的异果 林霄顿时吃了一斤 深湖寒月果 在巨大的深湖中生长 吸取月之精华 久而久之凝聚生长出的异果 蕴含着阴寒之力 可以炼制一种名为寒月丹的丹药 夜雨手中这枚寒月果的年份 大致在百年左右 百年年份的寒月果 足以炼制出三品高级的寒月丹 服用这种丹药之后 能够让一个人的力量中 带着阴寒的属性 也便是拥有阴寒之力 杀伤力猛增 是一种极为罕见特殊的属性丹药 倘若一个天舞九重舞者 服用寒月丹 甚至能够抗衡武王初期的强者不落下风 可谓是一种保命和拥有巨大杀伤力的手段 关键时候服用 能够轻易反杀败自己强大几倍的对手 叶宇竟然能炼制带有特殊属性的丹药 不愧是叶风华的侄子 深湖寒月果这样的奇药都能够拿到 深湖寒月果是寒月丹的主要材 叶宇想到炼制寒月丹 这可是三品高级丹药中属于中上等的品质啊 这下有看头了 希望叶宇能够力挽狂澜 战胜云风 人群发出了阵阵议论之声 他们从叶宇身上看到了一丝希望 深湖寒月果 这可是特殊属性丹药药材啊 没想到这种药材你都舍得给 玉台上 热症红毛也微微吃了一惊 忍不住惊叹道 特殊属性丹药 那药材可是可遇不可求 即便是他也眼馋 他也不会相信 这种药材业宇自己能够拿得到 定然是叶峰华为业宇准备的 第134章林霄的决定 属性丹药 我曾经练过 心中到也没那个梗 而且这深湖寒月果的年份 仅是百年 只能练制出三品高级寒月丹 对我们都没太大用处 倒不如让交给他磨练磨练 接下来就看他能不能练制成功了 叶峰华则是淡淡的感叹道 月正红毛点了点头 见得叶宇拿出深湖寒月果 他眼中也露出了一抹西击的光芒 肠上 云峰也是微微愣了愣 显然见到叶宇的深湖寒月果 他也十分吃惊 不过 也仅是吃惊了一会儿 他的神色很快又恢复了过来 冲着夜宇冷笑道深湖寒月果吗 真是巧了 可惜 比起我的主要材 还差了一些 众人一惊 云峰的罕见通雷幕和卓阳玄石 只是辅要材 他的主要材 比夜宇的还要珍贵 经营之中 众人只见云峰随手一挥 一颗手掌大小蓝光流逸 晶莹剔透的枯叶一草浮现在了其身前 一股隐隐的小闪电时不时跳动而出 发出一阵阵痴 痴 之声 那片叶子上仿佛蕴含着狂暴的雷霆能量 随时都要爆射开来一般 他竟然也有类似的药材 这药材上还蕴含着雷霆能量 这云峰果然是有悲而来 人群发出阵阵惊呼之声 月雨的目光 将在了那里 这是雷灵草 见到这株特殊的一草 林霄则是猛的吃一惊 雷灵草 与深湖寒月果有着一曲同工之妙 雷灵草生长在万丈高峰 常年吸取高山雷霆之力 本身蕴含着大量雷霆能量 以吞天灵地的记忆 这般大小的雷灵草 要常日吸收雷霆上百年方才孕育而成 能够炼制一种名为雷灵丹的三品高级丹药 炼化之后 能够让一名零控师 催动出一段时间的雷霆能量 等若于拥有雷霆属性的零能一般 杀伤力一下子猛增数倍 可以说是防造天地能量的丹药 是无数零控师梦寐以求的东西 只是 雷灵丹主要才雷灵草 太过罕见珍贵 百年难得一见 很少见得有人使用雷灵丹 雷灵丹的丹方 甚至都已经被世人淡忘 很少有人知晓 相比较韩月丹 雷灵丹更具有魅力 其增加的威力 也比韩月丹更加狂暴 而且 雷灵丹用脑海灵力炼化 炼化之时有危险 但没有后遗症 韩月丹 用身体原力炼化 让使得身体拥有阴寒之力 或多或少 对身体都有一定的伤害 论品质 雷灵丹是三品高级丹药中 上等品质 而韩月丹 仅是三品高级丹药中 中上等的品质 当然 能不能达到这个品次 还要看炼药的灵控师决定 如果灵控师炼药实力强大 韩月丹同样可以达到三品高级丹药中的上等品质 反之 如果炼药术不行 雷灵丹同样也可能会降到中等 乃至下等 雷灵草 他要炼制雷灵丹 此时 即便是玉台上的叶风华 也未知动容 灵能 是他求之不得的东西 而拥有灵能属性的丹药 他同样心动 月正红毛和司徒光也同样露出了动容之色 哪怕是拥有一次灵能 也是他们这些站在帝国巅峰的灵控师最大的愿望 不仅两人 其他灵控师也皆在惊讶不已 莫与帝国专程跑来的灵控师天才 果然身家不凡 还拥有这种奇珍异草 竟然也是这种药材 玉宇神色变得更加凝重了 这让原本对药材抱着优势信心的他又多加了一份压力 虽然他不知小雷灵丹具体是何种丹药 但拥有雷霆之力的异草炼制出的丹药 定然也不凡 此时其他人心下也跟着捏紧了下来 毕竟玉宇要面对的话是三品高级灵控师 药材上没有一点优势 甚至还要稍逊色了一丝 论药材你比我差 再比练药术和灵力 你远不如我 我看你是没戏了 等着失败的结果吧 云峰不忘再讽刺了玉宇一句 随手一挥 取出了一个优色的灵木 开始断烧炼制了起来 如不如 炼出来再说 夜雨目光一鸣 自然也不甘示弱 取出冰山灵木和一堆辅助药材 开始催动炼制了起来 一场炼药大战 就此打开 望着两人都已经开始断烧炼制药材 还未动手的灵霄却深深皱起了眉头 云峰炼制的雷灵丹 一旦炼成 便是三品高级丹药中 上等品质 如果炼药术更高明 甚至更完美 论其价值和品质 三品丹药中 其他丹药根本无法匹及 即便是夜雨的韩月丹 我准备炼制的黄天丹 也无法匹及 黄天丹 在三品高级丹药中 也只能算时钟等 与韩月丹相比 还差上了一丝 也就是说 无论他如何炼制 只要两人有一人炼制成功 他就无法夺得大笔冠军 两人都是天赋绝伦的青年林控师 林霄也不会认为两人都会同时炼制失败 若无法炼制比两人更高品级的丹药 这一次炼药大笔 他便注定与冠军无缘 回血破须丹 对我的血龙意向有着巨大的作用 若在复仇之前服用 我的原力定能够更上一层 就多了一分保命的底牌 林霄的目光凝了凝 扫了一眼玉台上奄然自若 深不可测的风蓝月 思索了一番 心中最终按下了决定 如果拿不到回血破须丹 这炼药大笔对我就没有意义 炼制黄天丹 无论如何都失败 倒不如直接炼制四品初级丹药 霹雳血火丹 炼药大笔决赛 自备药材 他现在手中能够炼制的最高品丹药药材 就是先前在方氏所购买 炼制爆丹 霹雳血火丹的主药材 铝盐血果 霹雳血火丹的辅助药材 他当时已经够全 只是霹雳血火丹是四品初级丹药 与如今他的灵力有着巨大的差距 所以一直没有打算在复仇之前炼制 炼制霹雳血火丹十分的危险 稍有不慎就会引爆 威力极大 最主要是绿炎血果可遇不可求 若是失败 想要再找到爆丹的药材 恐怕都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 可如今 为了回血破虚丹 林霄也不得不把这个丹药拿出来 绿炎血果 吞天灵地也炼过不少次 主要是吸收大量的灵火作为能量 他拥有两种灵能填补 倒是勉强可以一搏 虽然希望小一些 但他没得选择 与此同时 林霄的双目 也泛起了灼热的光芒 心中的战意灼灼燃烧了起来 炼药 同样也是一种战斗 他可不能输给了两人 第135章 他在炼制什么 扑出去了 林霄握了握拳头 而后随手一甩 从储物界中取出那枚绿炎血果 催动灵力控制着漂浮到了前方树杖外血空中 见得林霄取出的绿炎血果 众人倒也是惊疑了一下 毕竟这绿炎血果也是光滑亮人的 物绿德如同一个珠宝 但相比较业语和云峰的药材 还是差上了不少 在想到林霄的灵力等级 众人只能按探惋惜 前三轮林霄确实惊艳过人 然而第四轮比炼制丹药品级 等皆实力摆在那里 再惊艳也没办法 跨一层灵力炼药已经是难度极大 想要跨两层还战胜两人 几乎不可能 他不是要炼制黄天丹吗 这是什么药材 叶峰华眉头微微一皱 脸上露出了不解的神色 这绿色的果实 他也看不出来是什么药材 昨天林霄可是说好 要炼制黄天丹的 难道今日见到云峰和叶宇 准备炼制的丹药 临时换了一服丹药不成 可他也看不出 这看起来光鲜的绿色果实 能够炼制什么高级的丹药 这绿果 有些特殊 叶峰华隐隐要猜到什么 不过又摇了摇头 不可能 那种丹方已经失传了 父皇 你知道 他在炼制什么吗 另一边 孟英看着场中生起战役的林霄 惊疑地问道 孟皇微微摇头道 虽说我见识的东西也不少 不过对于丹药 我也不在行 看不出来 我看他的性格 不像是轻易认输的人 或许 他准备炼制的丹药 也不低吧 孟英心中暗自叹息道 而在场能够认出来这果实的 也就只有一个在人群中观看热闹的中年人了 这果实就是他卖给林霄的 只是到现在 他还不知道这果实有什么用处 至于那日与林霄冲突的无能和陈同 已经被家族重罚 连练药大笔都来不了 戴德林霄也取出药材之后 其他人也纷纷取出了自己的药材 开始炼制了起来 吴公准备炼制的一枚三品终极丹药 对于他来说 这已经是最大的难度 虽然不甘于落后于人 与此同时 陈青儿 烽火 乌莎 萱萱等人也纷纷动起手来 在乌莎取出一大堆密密麻麻的药材之后 台下的乌蒙脸色顿时严肃而起 语气极为凝重地道 莎莎竟然要炼制那枚丹药 看着一脸凝重的乌蒙 龐破在旁疑或地道 不对劲啊乌老头 从来没见你这么严肃过 莎莎到底要炼制什么丹药 等结果出来再说吧 乌蒙驳斥了一声 她的脸上都溅了汗 见得乌蒙的表情 龐破也没有再去自讨没趣 把目光朝着场上投了过去 她对萱萱的期望 可没有那么大 所以压力也不会有那么大 此时现场按照大笔的秩序动作了起来 炼药开始后 便不得大声干扰 在场的灵控师也不得干扰其他人 肠上变得安静了下来 望着绿岩血果 林霄深吸了一口气 当即催动出一股清火灵能灼烧在了下方 不过她忽然感觉到 绿岩血果仿佛在吞噬清火灵能一般 一股清火便直接被吸收了进去 林霄暗暗捏了一把汗 连忙大力控制着清火 稍远离绿岩血果一些 不让清火被吞噬 炼制霹雳血火丹 必须先把辅药融入绿岩血果当中 再淬炼 否则绿岩血果吞噬的能量太大 就很难融入其他药材 只能先融入药材再慢慢催烧 林霄取出火属性的藤火木 控制着断烧在绿岩血果下方 缓缓烧灼 至藤火木逐渐成木枝之时 林霄小心翼翼地 把它融入绿岩血果当中 绿岩血果是火 但排斥其他药材 林霄将藤火木融入其中 可是耗了不小的灵力 和不少的时间 若是藤火木不属于火属性的药材 恐怕都很难融入其中 而接下来 林霄不断将一个个辅助药材融入其中 虽然辅助药材不算稀罕 也不昂贵 但皆是天火属性的药材 足足有18种辅助药材 而且 它虽然极力地加快了速度 但相对来说还是十分的缓慢 带得一半药材融入之时 一个半时辰已经过去 林霄的灵力几乎要被消耗去了一小半 它到底在炼制什么丹药 怎么融入了那么多火属性的药材 望着林霄将一味 为火属性药材融入绿果当中 在台下的闻人粮食一阵豁然 看了好半天 我也猜不出这小子在干什么 庞破也是摇了摇头 一脸的不解之色 而且这往一种药材中融入其他药材 速度很慢 半天三个时辰来算 现在一半的时间已经过去了 不知道这小子还要要融入多少种药材 庞破又补充说道 其他人也是被蒙在鼓里 因为这种特殊的炼药方式 他们还从没见过 纵然是老到一些的林控师 也猜不出林霄在炼制何种丹药 等着吧 希望这小子肯定会给我们一个惊喜 闻人粮也不确定地探到 浴台上 叶峰华深深注视着林霄 缓缓说道两位富盟主 你们有没有觉得他像是在炼制爆丹 爆丹 预振红毛眉头呼的一跳 一想到突然觉得有这个可能 但随即又摇了摇头 否定道 不可能 这种丹药已经失传了 几百年没有现实了 他只是三品出级林控师 纵然在妖孽 也不可能炼不出那种丹药来 当然我倒是希望这小子能够给我们来个惊喜 自图光也是与勒正红毛同一个观点 他们年长见多识广 但也不认为林霄拥有炼制那种丹药的可能 随即他们的目光又看向了夜宇 夜宇的丹药也已经炼制到了大半 跟前三轮的快速不同 对于炼制高品级的丹药来说 都是细嚼慢咽 哪个工序一出错 就会前功尽弃 而且炼药大比只有一次炼药机会 在场的人更是小心翼翼 消耗一个半时辰炼制一半 已经是比平常速度快了上一倍 待得时间还剩下半个时辰之时 已经有人开始陆续拧药成功 诗 陈青儿面前 一枚三品初级丹药凝聚成功 第136章让我笑一笑就好 跨阶炼药成功 以后我们陈家不缺冲天丹了 玉台上 陈闻到低声惊呼 随即常常松了一口气 陈青儿仅是二品高级灵力 跨大阶炼制三品初级丹药 难度可不比业余等人跨阶炼药难度小 冲天丹方式上很少 以后我们陈家 也不用高价请凌控失炼制冲天丹了 陈炎脸上也是露出了兴奋之色 兴奋的还是站在另一边周雄 不过原本是陈青儿好友的周若仪 心底却是有一脸莫名的失落感 原本他应该和陈青儿站在一起才对 在陈青儿炼制成功之后 孟盛也炼药成功 凝聚出了一枚三品初级丹药 在他常常呼出一口气之时 那丹药上也留意出了一股浓浓的药香 建的那药材台上的乐症红毛都是满意地点了点头 而紧接着 风火凝聚三品终极丹药 猎猿丹 一种加剧狂暴力量的丹药 也是十分稀少 这还是当场最高品质的丹药 三品终极丹药 对于年轻一辈来说 几乎是渴望不可及 在青年一辈中足以名列前茅 此图光脸上也是露出了满意的神色 祝骨丹终于成功已了 三品终极丹药领域 我才是第一人 当即 蜈蚣的声音响了起来 一个圆润滑亮的丹药 凝聚而出 祝骨丹 在三品终极丹药领域 确实要胜过猎猿丹 这蜈蚣 确实有过人的地方 台上的叶峰华也不由一阵惊叹 祝骨丹 为武者祝骨 增加体质 这时三品终极丹药是属于上等的稀少丹药 也是有价无事 多少长辈 都愿意花巨大的代价 为自己势力的天才购买这种丹药 祝骨丹的价值 要远胜列圆丹 似乎 我的丹药好像更高一些 这时 一道轻银的声音响起 乌鲨的声音响了起来 紧接着 一枚丹药无声凝聚成形 三品高级丹药 坐在玉台下方场边的四品初级临控师 一下子感受到了这枚丹药的品级 第一个惊呼了起来 这是目前为止最高品级的丹药 最主要是 乌鲨是三品初级临控师 跨两层炼药 可谓是经验绝伦 这 这怎么可能 蜈蚣当场就僵在了那里 一脸的难以置信之色 本以为 他跨接练出驻骨丹 在三品中级丹药中可以称雄的丹药 定能在这一场大笔中夺下钱三甲了 可怎么都没想到 这个不怎么起眼 被他昨日骂成什么都不是的乌纱 竟然跨两层灵力炼制出了三品高级丹药 比他的丹药品级还要高 这顿时让他难以置信接受 今日到底是怎么了 什么时候 林控师的超级天才也变得这么多了 蜈蚣的内心几乎是要崩溃了 成功了 终于成功了 哈哈哈哈 场外 乌萌拍桌而起 亢奋地哈哈大笑了起来 冠军 乌纱有望拿到冠军 旁边旁破和文人梁街市被乌萌过激的表现给惊愣住了 旁破拉拉拉拉乌萌 愣愣地道 喂 乌老头 你没病吧 大笔还没完呢 跨两层练要是个奇迹 不过还不是冠军啊 没事 没事 让我笑一笑 让我笑一笑就好 被教德回过神来 乌萌干笑了一下 然后坐了下来 不过那兴奋的脸上 一直是和不拢了嘴 跨两届练要 这乌萌 倒是培养出了一个天才 叶峰华也投向了十分赞许的目光 两名副萌主也是赞赏地点头 跨两层练要 天赋上比之业语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此时 场外也发出了一阵阵惊呼之声 现场已经被乌纱推到了一个高潮 孟盛 萱萱以及其他人皆是连接成功名剧出了丹药 不过 他们的光环 皆是被掩盖了 当然 也有几人炼制失败了 一下子在炼药大笔上排到了垫底的位置 戴德场面恢复下来之后 所有人的目光又注视向了叶宇和云峰 自始至终 两人都是整个炼药大笔最大的焦点 而至于林霄 到现在还在一一的把药材融入到那类果当中 很多人都担心他能不能成功炼制出一枚丹药来 又过了快一炷香的时间 也便只剩下最后一炷香的时候 场上没有完成炼药之人 只剩下了三人 而三人中的林霄 还在缓慢的一味一味投入药材 还没投完 此时很多人都已经对林霄不怀期待了 无论如何 他都无法超越叶宇和云峰 所有人的目光 皆是注视在了两人身上 两人的丹药 也已经到了最后关头 剑场 一片安静 成功了 在台上叶峰华突出了这三个字之时 一股阴寒的丹药气息 自场上的叶宇前方散发了出来 叶宇的身前 一枚白光发亮的圆润丹药凝聚成形 三品高级 上等 感受到这股气息 叶峰华不由吐声道 眼中露出欣喜的光芒 叶宇成功了 而且还是炼制到了 在三品高级丹药中 达到了上等的层次 叶宇可谓是跨阶炼药发挥到了极致 人群纷纷也发出了一阵阵惊呼 达到了三品高级中的上等品质 那即便是云峰炼制成功 叶宇也不会败北 望着眼前的丹药 叶宇自己也长松了一口气 先是擦了擦汗 而后采取出玉瓶 控制着丹药收入其中 随即目光才投向了云峰所在的方向 空吃 正当这个时候 一股轻微之声隐隐响起 一股轻微的波动 刺云峰的身前空中荡漾了出来 一枚电光闪闪的蓝色丹药 凝聚成形 准四品丹药 我炼制成功了 哈哈哈哈 当即爆发出了一阵云峰的狂笑之声 什么准四品丹药 刚刚放松下来的叶宇神色顿石僵在了那里 准四品丹药 那便是三品丹药的极致 可以说三品丹药达到了完满 无可挑剔 若再稍微进一步 便是四品丹药 即便是上等的三品高级丹药 也比之还要差上了一截 是准四品丹药 厂边的四品初级零控制裁判也吃惊的站了起来 浴台上的叶峰华和两位副盟主也纷纷吃惊 拥有特殊属性的雷灵丹 要达到准四品丹药的层次 即便是四品初级零控制 也未必能够炼制得出来 可想云峰的炼药术有多么精湛 这可不是单单靠本身三品高级灵力那么简单 第137章终于融合好了 这怎么可能 叶宇的脸上露出了一副不甘的神色 在大比之前他便把冠军之位视为己物 可如今却落在了别人的手中 这让得他顿时无法接受 心底忽然有种落空的感觉 此时梦圣 烽火等人目光也跟着将在了那里 打心底 他们都希望叶宇赢 我早就说过 你们蓝蓝帝国的青年 根本没有资格和我争夺冠军 你们蓝蓝帝国的炼药术水平 根本无法与我末与帝国相比 云风猖狂帝放言道 在扫过玉台 满脸的一气风发之色 在扫过荡场的青年之时 满眼的讽刺和浓浓的补屑 玉台的大人物脸上皆有些难看起来 他们哪一个不是高高在上 今日竟然被一个小辈用这样的目光蔑视他们 而玉台上的陈炎和风蓝月等人 也皆是露出冰冷的神色 他们可是蓝蓝帝国的前端天才 只是在灵力上不在行而已 对云风一气风发的态度 十分不满 在场的青年更是怒而无言 云风鄙视的 是整个蓝蓝帝国的青年 一国之辱 他们也在内 同时 云风还暗讽了蓝蓝帝国的整个炼药水平 不如他们墨语帝国 墨语帝国的超级灵控师天才 就是不知道你能不能活着走出蓝蓝帝国 呵呵 玉台上 望着褚褚满志的云风 孟英心底发出一阵冷笑 墨语帝国与蓝蓝帝国虽然保持着平和 但一直是明争暗斗 墨语帝国的天才竟然赶来蓝蓝帝国挑衅 作为帝国皇室掌权的孟英 自然不会让这样的天才跑回去 给自己将来的皇权留下后患 不过 黑幕还没练完孟英的目光 又转而看向了灵霄 被墨语帝国的人跑来夺冠 身为皇室 自然也是极为丢面子的事情 只有期盼着灵霄能够创造奇迹 而其他人 也同样与孟英有着希望灵霄创造奇迹的想法 也下意识地将目光投向灵霄 可见灵霄现在还在融合一味药材 顿时又打消了自己的想法 灵霄只是三品初级灵控师 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胜过云峰的准四品丹药 而且 灵霄能不能炼制出一枚丹药取得一个名次还说不定 怎么 我说你们蓝蓝帝国的青年灵控师不如我墨语帝国 难道你们还不服吗 云峰气焰嚣张 点指着夜宇说道 夜宇 现在 你服不服 夜宇整个人神色一宁 当场点指着他问 这简直就是对他赤裸裸地羞辱 可是 事实摆在他面前 他无话反驳 紧握着拳头 夜宇的双目都仿佛要喷出火来 见得夜宇的反应 云峰愈发得意了 自言自语地大笑了起来 哈哈哈哈 我云峰 才是炼药大笔的冠军 回血破虚丹 归我了 众人神色在江 这羞辱德 太赤裸裸了 所有人都恨不得冲上去把云峰杀了 终于融合好了 正当场面十分尴尬的时候 一个不合时宜的松气声音响了起来 所有人的目光 都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看了过去 只见一个少年 注视着一个绿色的果实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所有人 整半天 还有一个人在炼药 而且 似乎还投入到丝毫不受影响啊 不过 这句话却让得所有人哭笑不得 人家都炼制好了 而且云峰还炼制出了一枚准四品丹药 他现在才把药材融合好 大笔的时间 只剩下了一炷香 即便是云峰也顿时愣在了那里 然后再看向林霄的还是如实浮在那里的果实 不由爆发了一阵爆笑 现在还没名单 哈哈哈哈 然而此时 林霄却无视所有的目光和声音 静自朝着玉台上看了一眼 除声道 还有一炷香时间 深深吸了一口气 林霄便催动着轻火灵能 直接断烧在了绿岩血果上 湿 湿 清火一接近绿岩血果 一下子就被绿岩血果吞入了其中 而随即 林霄又接连催动出轻火灵能包围向绿岩血果 灌入其中 这是什么丹药 还会吞噬灵能 众人的目光微微一亮 惊愣地看着林霄的一举一动 不过 无论林霄催动出多少轻火灵能 皆是被那绿色的果实全部吞噬 众人只见得林霄汗如雨下 浑身被汗水浸透了 他的身体也变得虚弱了起来 他快支持不住了 一刻钟之后 有人惊呼了起来 练了这么久的丹药 还那么催动灵能 就算是四品灵控师 也支撑不住啊 只有一刻钟了 恐怕他无法练之成功了 以他经验的天赋 虽然无法夺冠 但也可以争得前几名 如今练不出丹药 只能垫底 靠前的奖励也没有了 真是可惜了 有人发出一阵阵惋惜的声音 肩不说丹药怎么样 看样子 林霄是力不从心 无法完成最后的宁丹了 然而正当林霄眉心上 催动出的青色火焰停止 正当所有人都认为 林霄身体要垮下来的时候 一团乌漆麻黑 似黑火又似黑水的能量 忽然跳动而出 仿佛一个乱形怪物 突然从林霄的眉心冲出来 手舞足蹈一般 诗 这股能量一出现 方圆石竖杖的空间 瞬间暗淡了下来 恐怖的气息浩荡了出来 整片空间 仿佛都要躁动起来 莫名的威压 向四面八方蔓延而去 虽然莫名的鬼力 射人心魄 在这一刹那 所有人都感觉到 仿佛自己面前有着庞然大物 要吞噬自己一般 心头不由自主地颤立了起来 再看向林霄身前的那团黑雁 仿佛看到了一种 未名的恐怖生物一般 那是 天魔蝎林片上的灵能气息 叶风华第一个 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双目中暴射出了两道金光 他为之不惜冲上灵蝎族的老巢 与灵蝎大战 最终连灵能都见不到 而这个灵能 怎么会在黑幕的手中 这让叶风华的心底在翻动 吞噬的力量 此时 陈文道等人双目 也纷纷瞪大了开来 奇光绽放 一个人拥有两种灵能 月正红毛等人也不淡定了 灵霄之前施展出的 是青火灵能 而此时 怎么又突然变成了另一种属性的灵能了 灵能是天地奇物 千年都难得有人巧得一种 若是一个人同时拥有两种灵能 那还得了 难道是种极为特殊 可以演化出两种属性的奇异灵能 第138章灵霄炼药 它怎么还有一种灵能 这是什么灵能 我感觉到它好像要吞噬我一般 可怕 这灵能太可怕了 人群同样发出了阵阵惊激的声音 而在场相对淡然一些的 唯有风蓝月了 它可是亲眼见过灵霄施展出的青黑火焰灵能 在潘家 它施展出的是青黑色一体的灵能 难道 这个灵能比较特殊 可以分别催动出三种属性 青火 黑焰和两种融合在一起的能量 风蓝月脸上露出一阵惊疑的神色 场上的云风目光也是一江 灵霄催动出的灵能 有些出乎了它的预料 而当即 它又回过神来 冷哼道 灵能特殊又怎么样 对于你现在的丹药 又无济于事 现在比的 失恋药 药材和灵力品级不够 用什么断烧都一样 无视众人的反应 灵霄催动着吞天灵能 铺在了绿岩血果上 整个果实 仿佛被一团黑焰吞噬了一般 不过紧接着 黑焰又逐渐会拢 最后消失中 一个绿色的果实 又渐渐露出了出来 而这次 这绿色的果实 终于是有了变化 变得小了一些 还不够 灵霄摇紧牙关 再次催动出一团吞天灵能 黑焰 足有四五个人 合在一起 大小黑焰体积 翩翩舞动着 扑向了绿岩血果 过了一会儿之后 又再次被绿岩血果吸引 绿岩血果再次变小 时间 还有不到一刻钟头 又过了半刻时间 灵霄又吃力到了 快催动不出灵能的地步 还是要失败了 叶峰华不忍地 发出一阵惋惜 此时 他和乐正红毛几人 皆是站着看灵霄凝聚 还有半刻的时候 诗 此时 黑焰突然一患 又变成了一团里黑外青的火焰 继续向绿色果实扑去 而灵霄的身体 也变得摇摇欲坠起来 可见他的灵力 已经到了透支的地步 难道 是两种灵能融合 这不可能 叶峰华倒吸了一口凉气 一下子否定了自己的想法 在他所知的历史 还没有听说过 有同时融合两种灵能的记载 即便机缘逆天 能够同时遇到两种灵能 将两种灵能链化入脑海融合 肯定也会爆脑而亡 哼 再诡异又如何 你终究还是要失败 连名次都没有 余风冰冷的目光 紧紧盯视着灵霄 灵霄拥有的东西 太让人嫉妒了 不够 再给你一个灵核 实在是催动不出灵能 在倒下之前 灵霄伸手一甩 把储物借中准备 黄天丹的三阶灵核扔了过去 绿岩血果 吸引大量的能量才能够凝聚出爆丹 灵兽灵核 本身就蕴含着大量的能量 见得绿岩血果那么疯狂的吸收 只是出此一搏 将灵核用作其补充的能量了 除此之外 他别无他法 因为他实在生不出半点灵力 来催动灵能去继续炼丹 见得灵霄的举动 众人皆是深深吃了一惊 尤其是叶风华 他可是知道 这是他送给灵霄准备炼至黄天丹的三阶灵核 灵霄现在可是 在胡乱炼药啊 同时 他也在担心 吸收了这么庞大能量的滤果 会不会爆炸 若是爆炸开来 那后果不堪设想 叶风华做好了随时出手的准备 诗诗正如灵霄所设想的那般 绿炼血果开始将灵核中的能量吞噬了起来 果然没有爆炸 这让得叶风华等准备出手之人也是安安松了一口气 绿炼血果不断吞噬着灵核 过了一会儿的时间 灵核的能量 接连被绿炼血果吞噬了 最后全部被吞入其中 而此时 那最后一炷香 已经快燃到了底 总的来算 也不到时期的时间 还没成功 灵霄险些就崩溃了 我不甘啊 灵霄一咬牙 再次强忍着尝试催动灵能 他只感觉脑袋一晕 整个身体也缓缓倒了下来 完了 人群纷纷为灵霄捏拳惋惜 他们可以看得出 就差一点 灵霄就成功了 可惜 最终还是失败了 只见得灵霄的身体缓缓倒了下去 终于结束了 云峰心底暗松了一口气 他也觉得无论如何 灵霄都不可能炼制出比他还高级的丹药 可又不知为何 总觉得灵霄若成功 对自己会造成威胁一般 这种紧绷的感觉 虽然只是一会儿 但仿若持续了很久 现在终于是要彻底结束了 该出手了 一股灵力 正从叶峰华的脑海中涌出 向灵霄和那枚丹药直奔而去 诗 然而正当灵霄要倒地失去意识的一刹那 一股浩大的灵力波动 自灵霄的脑袋上弥漫了出来 灵霄的整个身体 顿时充盈了起来 突破了 叶峰华一惊 连忙收回了灵力 呵 灵霄大喝一声 猛然站直了身体 双目绽放出两道光芒 一股更加庞大的青黑火焰 直奔绿岩血果 诗 诗 在这一刹那 绿岩血果吸收了最后一团青黑火焰 光滑阴晕了起来 凝 灵霄催动着灵力包围在了绿岩血果上 顿时一收 原本缩小到两个拇指般大小的绿岩血果 顿时凝聚成了一个小指般大小的圆润丹药 诗 一股浩大的波动 自丹药上浩荡而出 向四面八方荡漾而去 霹雳血火丹 凝聚成功 而这一刻 那最后一炷香的香火 刚好熄灭 哭 众人纷纷长呼了一口气 最后一吸 灵霄是最后一吸凝聚出了一枚丹药 虽然 他们不知道这是什么丹药 但皆纷纷为灵霄捏了一把汗 这炼药的过程 实在是太艰辛 波折起伏了 成了 终于炼制成功了 文人梁等人兴奋的几乎是跳了起来 这灵霄炼药每次都这样 实在是太刺激了 然而 更震惊的是 浴台上的叶峰华和两位副会长 别人不清楚 他们可是清楚的很 散发出能量 那是失传已久的丹药类型 报丹 是报丹 月正红毛和司徒光机动地颤抖了起来 果然是报丹 叶峰华也激动的一阵颤抖 这么多年来 还没有什么事情让他如此失态过 第139章不好意思 整个场面 静止了一会儿 云风惊愣之后 终于忍不住冷喝了起来 哼 黑幕 纵然你最终练成丹药又如何 你的丹药品级终究不如我的 像看傻子一般的目光看着云风 灵霄淡淡地笑道 不好意思 我这丹药 是四品初级丹药 什么 云风整个身体一僵 四品初级丹药 这怎么可能 听得灵霄的话 其他人又是一愣 灵霄以三品初级灵力 虽然是中途突破到了终极灵力 但想要跨两层灵力 而还是跨一个大境界炼制四品初级丹药 还不太可能吧 然而接下来的声音 却让所有人都排除了他们的质疑 确实是四品丹药 叶风华的声音 响彻整个广场 而且 还是失传已久的攻击性丹药 爆丹 什么 爆丹 此时 整个场面一阵实化 不仅是林控师 还有强大一些的舞者都惊呆了 爆丹 那可是威力极强的攻击丹药 能够炸死强大于自己数倍的强者 在典籍中 能够炼制爆丹的人 被称之为最可怕的林控师 这样的林控师 已经数百年未现世 没想到 眼前的16岁青年 竟然是这样的人物 这简直就是个妖孽 即便是不懂得爆丹真正意义的众人 从叶风华的表情上可以看得出 爆丹的非凡之处 而仅是四品初级丹药 就足够震慑他们了 要知道 整个蓝蓝帝国 能够炼制四品丹药的 屈指可数 青年一辈更是遥不可及 林消跨两层炼药 简直是震骨朔金 怎么会 你怎么会炼制出这种丹药来 云风快疯了 脸上挂着一幅难以置信的神色 作为能够炼制属性丹药的天才林控师 他自然也听说过爆丹 几乎可以说这是传说中的丹药 属性丹药与爆丹 差着一大截 本来 他从末与帝国戴着任务而来 以他三品高级的灵力 再加上他的炼药术 是冠军如囊中之物 而且最终也炼制出了准四品丹药雷灵丹 可没想到 最后的一刻 冠军被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夺了去 原本是该药物扬威 可最后却是被人狠狠地打了一脸 玉宇 吴公等人也是一幅难以置信的神情 四品出击丹药爆丹 实在太令人难以相信 文人梁依正哑然 他请林消过来 只是希望林消能够拿到前十 而如今直接拿了第一 而且那炼药术还远在自己之上 周若仪 周雄 风蓝月 陈妍 孟喜孟英等人同样惊呆了 怎么炼制出来 就不用你关心了 不过 如你所言 墨宇帝国的林控师天才 也不过如此啊 看着云峰 林消淡淡地叹道 没错 什么狗屁的兰兰帝国林控师 不如墨宇帝国林控师 我看是你们墨宇帝国的林控师 不如我兰兰帝国才对 没错 云峰 你还是滚回墨宇帝国去吧 兰兰帝国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这时 回过神来的人附和了起来 云峰方才可是嚣张得很 出言羞辱整个兰兰帝国的林控师 现在终于是可以狠狠地骂了回去 林消 让他们狠狠地出了一口恶气 同时他们也为林消炼制出四品丹药而沸腾了 议论和精湛之声与骂云峰的声音夹杂在了一起 云峰的脸色已经难看到了极点 对于林消的玩虐 他无话可说 而人群中 一个黑衣老者脸色也是一阵难看 今日的大笔 出乎了他的意料 此次 一定要拉入墨宇帝国 还有那单方 否则就一定不能让他活着 他的目光 暴射出了两道金光 促进 正当这个时候 御台之上 叶峰华威严的声音响了起来 人群听的这道声音 纷纷停止了下来 所有的目光 朝着叶峰华看了过去 林消也看向了叶峰华 只见叶峰华注视着他 民众吃惊地问道 林消 报单已经失传了几百年 你是怎么炼制出来的 失传了几百年 听了叶峰华的话 林消微微拧拧了嘴角 他还真没意识到这个问题 在吞天灵地那里 八瓶九瓶的单方都有 即便是报单 也不过是很平常的单药而已 而放到现在 报单似乎很久没出现了 可以想象得到 叶峰华恶症红毛等人为何这么吃惊了 他的单方 恐怕还吸引了不少林控师的注意 这个 奇遇 林消只是淡淡地回答了一句 编再多的借口 恐怕谁也不相信 那最有效的回答 便是这两个字 奇遇 我 叶峰华一口气闷在了嘴中 这回答跟不回答有什么区别 这么大的奇遇 他活了这么多年怎么都没有过 灵能 确实是只有奇遇才有可能得到 不过 报单的单方 不会也跟天地能量源这么巧 又被林消得到吧 难道 他的师尊 传授了他这个单方 叶峰华心下事又暗暗猜测到 除了奇遇 仅有这个可能 而且相对于奇遇 这个可能性还更大 若是如此 那此人一定是一位高人 择日有机会 定要去拜访他 叶峰华顿了顿 没有再出口询问 能够让他叶峰华想拜访的人 实在太难找了 他也知道 这种场合 恐怕什么也问不出来 你那灵能 与天魔蝎有关 忽然 叶峰华又想起了什么 忍不住问道 半年多前 他得到过天魔蝎的灵片 灵片上的灵能气息 便是如此 他损耗了巨大代价 不惜与灵蝎族开战 最终什么也没发现 此时见的灵霄却拥有这样的灵能出现 自然是极为的惊疑 天魔蝎 叶峰华的话一出 人群纷纷震惊 同时也在暗暗抽凉气 天魔蝎的名声 在兰兰帝国可是让人闻之丧胆 当年天魔蝎单枪匹马杀入皇城 重创一名武尊 击杀数名武王和数十名强者 最终四名武尊联手 才把他赶了出去 天魔蝎这个名字 仍是兰兰帝国最大的禁忌 自那以后 兰兰帝国就没再敢跟灵蝎族开战过 听涅风华语气 似乎灵霄所得的灵能与天魔蝎有关 第140章面要大笔最终成绩 盟主 这灵能 我确实在灵兽森林中一个密动所得 不过并未见到什么天魔蝎 否则以晚辈的实力 想要从天魔蝎手中得到灵能 我说出来恐怕盟主也不会相信吧 灵霄故作认真的回答道 如果他说实话 告诉叶风华在他与灵蝎族大战的时候 自己悄悄偷走了灵能 那还得了 所有人都暗自点头 谁也不会相信灵霄是从天魔蝎手中得到的灵能 叶风华神色一名 对方说的确实在理 只是他辛辛苦苦都找不到灵能 竟然被这个小子给得到了 想想都郁闷 这可是我在辛辛苦苦寻找的灵能啊 顿了顿 叶风华还是忍不住叹道 见得叶风华有些失态的神色 灵霄眉头微微一皱 如果叶风华对他有意图 这麻烦就大了 目光在左右扫了扫 再次看向了叶风华 灵霄当即不卑不亢地开口道 盟主 此时灵能已经与我的脑海融合 融入了脑海之中 我等同于是一个拥有能量的脑海 想要得到灵能 除非有强取重名灵能之法 否则 即便是把我杀了也没用 而这种方法 好像古籍记载的比灵能还少吧 灵霄的话 既是说给叶风华听 也是说给其他人听 强取别人炼化的灵能之法 即便是吞天灵地 也没有 而当场的这些人 更不可能有 此话一出 众人神色微微一鸣 没想到黑幕竟然敢这么直接的跟叶风华说话 而本来有着这类想法的灵控师也纷纷停止了下来 叶风华那一抹失态的神色 最终回过神来 只得惋惜地摇头叹了一口气 在这个时代出现的一种灵能 终究是与他擦肩而过了 呵呵 是我失态了 放心 我叶风华 虽有动心 但也不是贪心灭性之人 这种抱舔天物的事情 我还干不出来 留着一个灵控师天才 或许将来还能够助我们提升修为 叶风华对着灵霄尴尬一笑 很有诚意地说道 对于灵霄的担心 他倒也理解 再者 能得到灵能和宝丹丹丹方 也算是机缘所致 你的天赋 倒没有辱墨天地其宝 现在开始检测丹药等级和品质吧 叶风华的话音落下 所有炼制出丹药的青年纷纷上前检测 而所有的丹药品级 皆与裁判所说的无益 次品初级以下的丹药 很难逃过次品初级灵控师的眼睛 而同等级的丹药 在测试时上检测出不同的品质来 丹药测试没有什么悬念 所有丹药亦检测完毕 叶风华便开口宣布道 现在公布这届青年灵控师炼药 大笔最终成绩的名单 黑幕 第一名 奖励一枚回血破虚丹 一套无品初级丹方 说吧 叶风华一挥手 一枚装有金灿灿丹药的玉瓶河一套丹方飞出 朝着林霄击射了过去 诗 见得这两个奖励 所有人都不禁砸了砸舌 双目都便热切了起来 这奖励 可是令武尊和四品林控师都要眼红啊 终于到手了 身手接过玉瓶河丹方 林霄双目大亮了起来 炼化回血破虚丹 他的实力就可以更上一层 当下收起玉瓶 林霄的目光再次看向了无品丹方 丹方对于他这样的人来说 魅力并不是那么大 不过看了看上面丹方 心头微微一惊 龙力丹丹方 龙力丹 是一种刺激强大肉身的丹药 与回血破虚丹也算是有着一丝关系 服用回血破虚丹之后 肉身也会得到淬炼 肉身越是强大之人 服用龙力丹实力暴涨的越多 即便是普通的肉身 也能够一下子增强不少的力量 也算是一种保命的底牌 即便是吞天灵地 也没有这种丹方 当然 与林霄现在的灵力 还远不能炼制龙力丹 只能收藏着 这个奖励 还真算是丰厚 心底满意的叹了叹 林霄当然在众人热切的目光下 把两个奖励收入了储物界当中 第二名 云丰 奖励一枚四品高级丹药九阳金丹 和一套四品高级丹方 叶丰华一挥手 奖励飞射向了云丰 第二名的奖励虽然没有第一名丰厚 但也是让人一阵阵扎舌 四品高级丹药和丹方 即便是四品林控师 也都会眼红 在接到奖励后 云丰也是眼中露出了一抹兴奋 不过又想到自己失手回血破虚丹 和五品丹方时 眼中又充斥着浓浓的不甘之色 第二名 那可是 台下的乌蒙脸上露出了不满之色 张了张嘴 想要说些什么 不过最终还是拾去地闭上了嘴 第三名 玉宇 奖励一枚四品中级丹药赤血丹 和一套四品中级丹方 第四名 乌沙 奖励一枚开洋血旗丹 和一套四品出级丹方 随着一个各名单的宣布 场面响起了一阵阵热议之声 即便只是前50名 在很多人心目中也是极高的地位 戴得所有奖励宣布当场发放后 叶峰华再次开口道 好了 这一届恋药大笔就完满结束 每一个进入前50的青年 都是恋药领域的佼佼者 按照恋药大笔的约定 你们都可以脱离自己的势力 加入对自己更有利的势力 要不要加入哪个势力 你们可以自由选择 说吧 叶峰华长袖一甩 身体缓缓坐下 在入座之时 目光不由撇了撇周围的几个老怪 见得几人各个都目光红润的盯着林霄一人 心中不由嘀咕道 想要从这几个老家伙手上想 恐怕不容易啊 此时 不仅是几人 场上所有人的目光纷纷看向了林霄等前几的青年 所有人心底都很清楚 虽然叶峰华说的是前五十 但个大势力主要看的还是他们几人 这几人才是大势力要花大代价的重点 排后的青年 帝国的大家族大势力是不会花大代价去拉拢 果然 在叶峰华坐下之后 玉石台之上就有人忍不住第一个站了起来 声音热切的说道 黑木小兄弟 在下陈家家主臣闻道 我陈家愿意与小兄弟结好 若小兄弟愿意加入我陈家 我陈闻道以家主之名保证 是小兄弟为陈家嫡系弟子 会愿竭尽全力培养小兄弟 为小兄弟寻找所需各种药材 直到突破到五品灵控